斗魄之无赏之境 第一百九十六集 机会这东西呀 总是一闪即逝 强忍着笑容的硝烟 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擦肩而过的缘分 那是前世五百年修来的福气 错过这个村 就怕再也没有这个店了 南尔明 那女孩看身材 可是相当不错的哟 子莹也笑吟吟地劝道 男人就要主动一点 才能显出真正的男子汉气概 青木儿也开口劝道 但眼光却隐约地戴抹幽怨 望向硝烟 感应到青木儿的眼神 刚才怂恿南尔明的硝烟 心中立马生起了落魂而逃的念头 有些尴尬地转过视线 望向下面 姨父看得很专注的样子 让青木儿顿时撅起了小嘴 过了半晌 南尔明才慢慢平静下来 众人从他那变幻不定的眼眸中 看出了南尔明挣扎的内心 哎 感情的事情 就让他自己做主吧 消炎悠悠悠说道 哎 只要你一句话 这斗技我就让给他了 啊 啊 南尔明眼瞳中震惊涌现 那种感动 根本就不能用文字来表达 消炎的这句话 可是太重了 这可是一部世界中极斗技呀 放出去可以让无数中小势力为之打破头 就为了自己看中的一名少女 而且这少女对自己是否有意义还尚未可知 就这样将决定权给了自己 他竟拍这样一部斗技 明显不是自己要用 应该是为族中购买 说不定是为身边极为重要的人买 不过说真的 这斗技若是用在本就擅长防御的魔兽身上 肯定是如虎添翼 简直就是为魔兽家族量身定做的 难怪他舍得出这么高的价 可是他为家族 我南尔明又岂能因为儿女私情 而影响了萧少的势力发展 南尔明眸子中迷茫了片刻 便毅然做了决定 轻轻摇了摇头 要不我买下来 由你送给他 萧嫣哪里会看不出南尔明的心思 觉得欣慰的同时 还是想成全南尔明的美事 南尔明还是摇头 他不能拿萧嫣的利益 去换美人一笑 妈的 我兄弟的女人 难道还不值得我送一部 世界终极斗技吗 南尔明的坚持 让萧嫣有些活了 这 萧嫣的意气 让南尔明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脸上再次挂上了浓浓的感激 我和他都没开始 人家连我是谁能记得就不错了 没有机会就要创造机会嘛 这部世界斗技 就算是我提前给你们的贺礼了 萧嫣继续鼓励南尔明 你们就别比我了 说真的 我对他的感觉还像是在雾中一样 摸不清方向 给我点考虑时间 南尔明低垂着头 眉间紧锁 而且 我不能拿萧嫣未来势力的资源 去换取感情 不然我宁愿放弃 萧嫣盯着南尔明两久 然后低叹了一口气 南尔明的性格萧嫣太了解了 平时虽然寡言少语 但一旦认定了 那就绝对不会改变 如他对自己的忠诚一样 所以萧嫣放弃了再逼南尔明 感情这东西还真是逼不出来的 只能随缘 至于拉近与魔兽家族的关系 而得到高级磨合的想法 也就仅仅是个想法 萧嫣不会拿兄弟的感情去做交易 唉 这可怎么办好呢 南尔明啊 你可是给我出了一个大难题呀 萧嫣揉了揉额头 心中思索着 拍吧 有南尔明这层关系在 似乎有点过意不去呀 不拍吧 这斗技被红衣少女拍得 对南尔明的相让 也不会知情半分 唉 这可如何是好啊 萧嫣摇摇头 求助地望向月少龙 这个问题嘛 月少龙似乎才注意到萧嫣的目光一般 恍然说道 其实月少龙本来不想汤着浑水 为了萧嫣的利益 他肯定希望拿下这部世界终极斗技 但如果拿下 谁知道会不会让南尔明念叨一辈子 没办法 只能出个不是主意的主意了 既然南尔明坚持 那就随他致意吧 我们先把这斗技竞拍下来 以后等南尔明与梦中情人的关系有所进展 萧嫣再赠予他们 这样可好啊 这的确是个解决方法呀 萧嫣文言望着南尔明 嘴角缓缓扬起一抹糊涂 然后请轻浩然出手拍下 五百六十万 轻浩然出嫁 五百七十万 红衣少女继续加嫁 五百八十万 轻浩然做出略为思考一下的假象 拖延了一会儿才继续加嫁 厂下其他势力早已停止了竞价 毕竟这个价格已经超出了很多人的心理价位 何况这部斗技除了魔兽家族和妖族之外 其他种族并不是太契合 五百九十万 红衣少女还在倔强地加着嫁 但那微僵的身子已经表露出了其资金的压力 魔兽家族一向身居减出 手头本来就没有太多资金 若不是此斗技的特别性 红衣少女也不会舍得下此血本 所以轻浩然的竞拍让红衣少女不堪重负 六百一十万 清浩然依然是假装思考了很久 一点也不显得咄咄逼人 真不愧是魔皇 萧衍只提了一句不要让对方过于难堪 就被他做得如此漂亮 六百一十万的价格一出 红衣少女彻底实化 愣愣站立了两久 一直到定音锤落下才反应过来 失望地缓缓坐下 看得南尔明这心中是隐隐作痛 看到南尔明这副模样 萧衍走过去 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 去吧 把握住机会 这步斗技为你留着 南尔明只觉得胸口发堵 鼻子酸酸的 望着萧衍点了点头 然后又摇了一下头 萧衍完全明白南尔明的意思 他点头是表示他会去把握机会 他摇头是表示不需要萧衍 为他留着斗技 他会靠自己的努力 去获得属于自己的幸福 还是那么倔强吧 萧衍沉默着 没有再劝说 他知道南尔明会把握好分寸 世界终极斗技 冰封千里 冰属性斗技 能发出漫天寒气 如冰月悬空 毁灭性的斗气波动 比洪流冲击更为强横 霸道无比 其拍价 四百万 拍卖师更加激动的声音响起 可厂下的人却悲愤不已 除缺一阶斗技之外 世界斗技拍卖到现在为止 连汤渣都没喝上 全都落入楼上 那三间可恶的贵宾房手中 他妈的 那三间贵宾房里到底什么势力呀 啊 有着这么雄厚的实力 做人要留点余地呀 积点阴德 小心有报应 哎 拼了老命都没人家钱多 这人比人气死人呐 下面低声咒骂一片 但是没有人再敢闹事 前车之剑历历在目 也就嘴巴上出出气罢了 萧嫣等人自然也注意到了下面的情绪 那全场赤裸裸的眼光 可是太明显不过了 我们是不是需要收敛一下啊 那些人想把我们错骨杨晖的心都有了 萧嫣苦笑道 或者我们让出一两步斗鸡 反正我们收获已经不少了 风暴也建议道 哎 世界中级斗鸡 可不比世界初级斗鸡呀 而且拍卖师事先已经说明了 仅有几步 怎么让啊 月少龙质问道 既然已经选择了高调 那就高调到底 否则下面的人还以为我们怕了他们 弱了自己的气势 而且 以世界斗鸡的数量来看 我们三间就算是拿光了 也在情理之中 众人并非不能接受 珍妮淡淡笑道 全然没有受到几人意见的影响 拍卖嘛 本来就是价高者得 伤盟之前的震慑里还在 大家尽可放心 只要没人能确定 我们三家为一家 就不会有事 嗯 姐姐直言有道理 闻言 硝烟精神一阵 继续静态 厂下的拍卖热情 比之前低了不少 但出价却越来越高 毕竟弱的中小势力 在硝烟三家的权力出手之后 基本已没有了 开始的侥幸心理 出价的 都是有这一定实力的势力 五百五十万 为了不被人怀疑 硝烟也出手一次 五百七十万 五百八十万 六百万 或许是众人都知道 世界终极斗技 可能只有最后两三步了 心急之下 价格一次比一次加得快 而且越是接近尾声 出价也越来越高 但是和硝烟比出价 还真没几个势力 能真正拼得过 最终 冰封千里 以六百二十万的价格 被硝烟拍到手 望着下面机遇抓狂的众人 硝烟却是一副 轻描淡写的模样 所谓债多了不愁 同样的事情做多了 也会麻木 硝烟现在就是这样的感觉 今天的拍卖 即将落下帷幕 接下来 我们将推出 本次斗技专场拍卖会的 三大压轴之宝 希望大家能满意而归 拍卖师这话 告诉了郁闷的 无法形容的众人一个事实 世界终极斗技 拍卖完了 众人都一下子懵了 世界终极斗技拍卖 就这样结束了 不敢相信地 将拍卖师的话过滤了一遍 发现确实没听错 这下可真傻眼了 硝烟微笑着翩翩头 把视线投向台上 不再关注那一片 垂胸顿足的不甘嚎叫 下面要拍卖的 可是压轴之宝 他当然想看看 到底是什么样的 宝贝斗技了 世界终极深伐斗技 风过无痕 施展后 速度达到极致之时 如风起风落 了无痕迹 威力 无限接近世界高级 无论是杀人越祸 还是防身逃命 都是极为难得的 深伐斗技 而且 没有任何弱点 大家心中应该都 非常清楚 深伐斗技的意义 我就不多说了 起拍价 五百万 拍卖师请出的 第一个压轴之宝 顿时将拍卖现场的气氛 推向了高潮 深伐斗技 比之同阶其他斗技 要稀罕很多很多 作为压轴之宝 当之无愧 更何况 这是一部 无限接近 世界高级的 深伐斗技 就是一些大势力 也未必有 这么好的 深伐斗技 极为的难得 拍卖现场 一下子变得疯狂起来 叫价很快就飙升了上去 天倦我也 萧嫣一拍桌子 眸子亮得如同星辰 终于出现了 柳暗花名又一村 姐姐果然有先见之明 你呀 珍妮忍不住称笑着 这次可如愿了吧 小少的运气果然不是一般的逆天啊 缺啥还真的来啥 而且还是作为压轴之宝出现 这极品的东西 那是个人就心动啊 月少龙的眸子中 也难得地闪过一丝火热 这可比那个什么霹雳豹好太多了 和他一比 霹雳豹那就是个渣呀 孝战也没开眼笑 为硝烟开心 既然遇到了 那就是我的缘分 这次怎么说也一定要把它拍下来 前面的一个没落下 这部要没拍到 那可就傻眼了 硝烟激动地想着 得到这部身法斗技 再配合骨翅 不知道速度会到一个怎样恐怖的地步呢 真让人期待呀 硝烟心意打定 毅然抬头说道 这次我来出手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